先穿黑外套的女子 先是走到廁所門前敲了幾下 等裡頭的女子走出來後 雙方在門前爭論了一陣子 接著兩人在一旁扭打成一團 還有酒瓶碎片瞬間噴飛 散落滿地 一路從室內潮到室外 而且人數更多 原來是其中一名女子找來幫手 更誇張的是 還有人拿出辣椒水攻擊 他被打 他被誰打 認識的 不認識的 兩個女生打 然後就是 吵架原因就是因為 他就只是敲人家的門 然後問他說 有沒有人在裡面 然後人家就出來跟他說 還假啦 26號清晨2點半 兩名女子相約花蓮市 國聯二路一間酒吧喝酒聊天 省心女子上廁所時 排隊的高姓女子因為很急 連敲兩次廁所門 讓他相當不滿 上完廁所後 雙方爆發口角 接著拳打腳踢 引發衝突 還戶拿酒瓶攻擊對方 導致兩人頭部都有撕裂傷 其中省心女子氣不過 打電話找來四名男性友人 幫忙泄憤 朋友一到場 省心女子仗著人多 再次對高姓女子大打出手 省心女子的朋友還不罷休 王姓男子直接拿出辣椒水 狂噴 甚至攻擊在場其他人 將積極查氣涉案人道案說明 並將依妨害秩序及傷害罪 含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幸好高姓女子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朋友相約見面聯絡感情 想不到卻是因為上廁所多敲了一下門 鬧出這麼大的紛爭 記者 劉己焦 李佳燕花蓮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佳燕花蓮 李佳燕花蓮 字幕志愿者 李佳燕花蓮